你相不相信 工作轉移圈會給人帶來好日 女星郭彩傑變身古怪美少女 在電影《沖上雲霄》中 主動勾引早就是人夫的港星張志玲 兩人在戲中有多場曖昧的場景 這是郭彩傑進軍香港市場的正式作品 《沖上雲霄》系列港劇曾經在香港造成轟動 連續兩部都創下收視高峰 這次開拍電影版 集結香港演員古天樂、吳振宇等超強卡斯 更讓浪漫的愛情再加碼 郭彩傑在戲中不只形象大突破 戴上假髮打扮超強眼 还做出種種出其不意的無厘頭行為 成功吸引到花心酷鸡長張志玲的注意 第一天成功勾引 第二天就拍攝兩人 恭喜浪漫鸳鸯豫的片段 別看這水面上如此浪漫 水面下郭彩傑可是用盡全身力氣 才達到導演的要求 最後甚至還練出腹肌麻甲線 張志玲表示 但是嬌小的郭彩傑坐在他對面 簡直跟鐵達尼浩一樣 沒幾秒就沉默了 最後只好讓人夫出腳頂著他 才能繼續拍 只能說記得要做好暖身 以免抽筋啊 夜市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